在高端疫苗在打的時候 因為沒有相關的 一個實驗 所以我們大概希望 再打第二劑 能夠在接近這28天的 左右來做一個施打 才能夠比較確保它的一個效果 當然是不是以後會延長時間或等等 那根據 有相關的研究 那才根據那樣的一個基礎 再來做安排 不過目前 是安排 所以我們大概 基本上是要安排差個月 在預約平台在9月27號 那提供施打第二劑 那但是 有相關的 因為他有出國 因為他出國以後就 沒有辦法再打高端的疫苗 在國外 是沒有辦法施打高端的疫苗 所以對於就是說有付款記錄的機票 出國的 日程 留學入學證明或公司外派出國 那第一劑是打高端的疫苗 滿28天 就可以接種第二劑 那不夠到指定的 合約醫療院所 那再跟大家先做這樣的報告 那昨天施打疫苗 大概也 打了十幾萬 所以我們現在的接次人口比 我們昨天打了十三萬四千 十四百九十劑 那總共的 人口的涵蓋率是40.91 那 即是人口比是44.33% 那也在 昨天也有接到到今天到中午 總共有三例 三例的一個接種後 持續上 相關的不良反應的死亡案件